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炮直居 赵清新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前不久也曾经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讲解奇异 也曾经得到过全国个人赛以及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冠军 双方采用的是中炮过河驱对平马 平炮对驱 布局的前几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四次进五 然后虎方这个时候采用了一个比较冷僻的走法 因为走到这一般大家都是走五九炮最多 炮八瓶酒 还有一种就是马七斤六 先锋马 这两种功法可以说各有特色 五九炮更激烈一些 先锋马更加的稳健一些 本局当中虎方采用了居酒精英 武军强是来自河南的选手 他是住宿在河南的 也是河南人 那么接连两年都是转接给了四川 也就是今年的成都营家队 赵锡锡作为浙江博尔州城的主教练 也是主帅了 他个人的战绩在本次的 现代联赛的前十轮当中的表现得非常神勇 他取得了五胜五合的夹起 在个人机闻榜上也是稳居第一位 那么排在第二位是来自广东 这个碧果园队的这个特异大师许云川 第三位的就比较多了 那具体情况也请唐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排行的简单的情况 第三位的是 对 这次射手榜第三位有郑维彤 四川赢家队 还有我们北京威凯建设队的蒋川 黑龙江队的赵古荣老师 以及河北队的深鹏大师 然后江苏茫然俱荣的王斌大师 那就是说这几位选手 是并列排的第三位 他们是取得了13分的夹起 另外团体也应该说 赛过十轮大家也非常关注 到底看排名怎么样 我们也请唐南的特异大师 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简介 这次到第十轮的排名是 广东碧桂园队是以22.5分的场分 位居第一位 然后第二位是四川成都赢家队 是以19.5分的场分 还有我们北京威凯建设队 也是以19.5分的场分 位居二三位 那有时候前三位是 分别是广东 四川成都 还有北京队 当然这个比赛呢 大家知道今天是扣军了 有26轮的 那么赛程呢 也就是三分之一刚多一些 还有漫长的这个路可走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局面 武俊强采用的是炮球瓶器 武俊强也是一位 挺有才华的这个选手 经常在布局上呢 能够推延出新 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尝试 那遇到这个老师的攻法呢 他可能呢 这个以往啊 这个接触的比较少 在开局阶段 就是方向性的 没有掌握得很好 这个棋呢 黑方马七七八 这招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呢 他并不是很惧怕 红方这个剧手片 那红方必然也要剧手片 他实战也是这么 比较设计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黑方呢 走了一个布局的 这个疑问手 那所谓这个疑问手呢 就应该说是 问题多一些 这样的招法呢 我们就可以称为疑问手 正常来看呢 这招棋呢 黑方我觉得比较稳妥的 比较扎实的走法 就是可以走向三进五 先把自己的阵型都拱不住 带机之中 看红方这个局面呢 怎么发展 再见招拆招 如果想足迹 这个反攻的话呢 好像稍微早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绝对不行 你要拘损最一呢 他有马法退期 这个棋 看黑方 可能也是 没有一些心理准备吧 他实战的时候 可能 对 比较着急 确实是这个临场当中呢 假设对这个 这种阵势呢 没见过 或者说的研究 不够充分的话呢 可能棋手呢 就要完全凭自我 这个临场的 这种分析能力了 看你的状态怎么样 那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就选择了一个 抛弃进五 这招棋呢 可以说呢 我刚才说了 给他定义 一问手 那实际上 就是不好的成分多 接下来 红方这个时候 给黑方呢 这个一问手的 一个严厉的这个打击 他总把他退伍 这个可能是 吴俊强呢 这个始料不及的 红方一般来讲呢 这种退伍心码呢 是容易吃亏的 但是这个下棋呢 就像行军打仗一样 兵法嘛 它是灵活的 这个棋 其实当时我看到 这个局面 也在想 好像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但是看到红方 以后面犀利的 这个攻杀以后 马上就能看出 这个炮打 这个兵是维持过早 对 正所谓这个弹污虚发 这个炮打出来 太早呢 暴露自己的 这个攻击的方向 而且你攻的 这方向 有误的话呢 这个棋呢 就马上呢 这个出现了 这个毛病 那么黑方如果 走到这儿 稍微顽强一点的呢 应该继续走 抛弃平衡 打平 将来还可以 跑一圈来掩护这个马 就说呢 形势肯定是落后了 但是呢 还不至于呢 这个马上呢 这个 难以这个抵挡 还有这个 完全的机会 那么实验中 当中呢 黑方等于是 一错再错 他走出去 看似于是一个线手 而之后呢 黑方为死呢 付出了这个 沉重的代价 那么红方 居四退三 这一顿这个炮 等于黑方呢 这个左炮呢 是虚发 右翼这个居马呢 被牵 好 这边这个居也是晚出 对 下不及红方呢 主要老有 这个炮物平衡的 这个手段 就在这个地方呢 黑方这个闷弓啊 还有七处炮呢 就是整个的受到了 红方子力的这个围攻 对 那么黑方呢 实战当中呢 他不知道怎么走了 因为这个炮啊 进退围固了 他选择G8-2 G8-2 他想说 他想赶快马发推六 来这个调整 对 然后红方也是顺势啊 炮冰三 对 一打 这儿 好 黑方是走的是 黑方可能就是这个马 已经不太好动 对 如果你走马发推六的话 红方呢 可以比较简洁的 对 然后红方有这么一个好区 好 左炮进 G8-2 下不及他把你这个冰呢 这个打死以后呢 就把你这个炮呢 昆毙了 因此黑方看到 这儿的变化了以后呢 他又放弃了马发推六 这种走法 他选择了这个 向七进去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 竞争赛打比赛的 这个选手来讲呢 你要熟读兵书 就说对这种 比较冷僻的攻法呢 你要 也是要有所这个准备 平时的 功课呢 作业呢 都要完成 是啊 你到临场当中呢 才有可能 运用的更加自如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临场呢 就要完全凭你的 这个分析了 那这个棋的 应该说 这个吴俊强呢 这个 也是吃了比较大的亏 可能对于他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 有一个比较 很好的这个教育 对 对 这个棋 黑方这个阵型又太散了 对 完全是这个 炮打兵 这个造成的 那么我们看后面的走法 他走的是 炮三斤二 他是 简明的 就是把这个兵里 吃掉 那他去把劲 炮我平三 这儿带黑方走吧 那向心 炮三斤二 现在这红方准备 去把平七 就是吃炮 就是说将来这个夺炮 对 就是说盯着 你就没有根了 当然现在不能吃 它有根了 你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好像还有这么一个手段 但是红方也有一个比较严厉的这个手段 它有这么一个圈子 一顶 你这个炮的位置呢 尴尬 你炮逃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他不捉你炮了 他可以进去再捉这个马 这儿呢 黑方这个马呢 就逼丢了 嗯 你没有其他子力呢 能够来保护它了 而且这个马不脆落 对 黑方这个狙马 这个马炮都很尴尬 狙马炮受钱 这三个子呢 很难呢 这个灵活地摆动 那么赵欣欣呢 应该说 他这个锐气十足 但是他 但是他对这种啊 缠绕攻击啊 运用的也非常好 他五代之下走向三级一 对 这个时候红方又走了一个好期 你如果直接走破杂平衡来打局 他可以抓平衡的保住 暂时呢 还能够应付 嗯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 走了一个很精巧的 我们看这个 赵欣欣推大师呢 在这个局部上呢 这种战术呢 是非常严谨的 嗯 他走金炮以后呢 准备下部棋呢 就是走 就是炮三片 然后 把这个炮呢 就生生的吃掉 那么黑方呢 尽管有这个 六个大师都在 但是这个 孤炮呢 无缘 应该说这个棋呢 基本上半局一定 对 后来我们再来看看后边的这个棋啊 这番棋可谓闪天战 红方用很短的这个招法呢 就迅速的取得了这个战果 好 他走G1平4 G1平4 红方 炮三片 一打 好 黑方 马八斤六 嗯 他这个 对 然后G4平三 红方就很简单的 简单的这样吃掉 一吃 黑方对兵 那红方就接受对 黑方 飞掉 G3平1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无论进马或退马呢 都是 就是丢子 已经成为定局了 当然进马退马会 加于实战 实战呢 黑方忙碌当中呢 又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结果呢 就是这个马呢 就再次就丢失了 我们看啊 红方很精巧 红方G2进2 这个G再次升分 这个炮的作用非常大 准备下步 炮平四 白打这个马 那么走到这呢 可以说的 因为黑方不能走G8平六 这个底线漏风 他一僵呢 吃了像以后呢 这个黑方这个阵型呢 就是也很难来防守 那么走到这儿 应该说就红方 就一举锁定这个胜局 对 那好 那这盘棋 后边还有几点 我们再给他讲吧 后面黑方也就是 慌乱中的一个马四成三 对 好 红方G3平4 再吃一个马 这样黑方也没有什么棋 他这个点锯啊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公式 索性也就是头子任父 好 那么最后一招棋 红方把马也吃 那么黑方任父了 那这个赵欣欣呢 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 这个个人战绩 我们大家也事故意待 看他后边呢 能够带领呢 浙江这个军团呢 能走到多远 好 稍后呢 我们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大家 好 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 第八轮的精彩对局 广东碧桂园队 巡川 对阵山东中国重汽队的 赵金城大使 应该这排棋呢 也是被评为了 这个本能比赛的 这个最佳队局 而许云川呢 还是采用他的这个飞向 他这个多次采用的 特别是对于 这个年轻奇数 经常采用的这个战略战术 黑方挺欺负 这个许云川呢 在去年 也就是2013年 个人赛的时候呢 也是与这个 他是先飞向 对 反正这个次序上 其实也差太多 与这个 来自辽宁大连的这个选手 赵金城呢 这个遭遇 赵金城呢 也被誉为呢 去年个人赛的 这个最黑的这个黑马 一举呢 闯入了个人赛的前六名 那其中呢 他就 有一盘棋呢 在形势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他战胜了许云川 那么这次呢 又跟许云川呢 下路相逢 也引起了 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 那么最终许云川呢 还是在这一盘棋当中呢 展示了 他对象棋的这种理解 比年轻人呢 确实呢 更加的老道 这个异性的更加的深远 这棋比较细 细腻的棋 不是这种大杀大杆的 第一平三 横居出来 十六金五 他不是 黄方对边 平三金 跑八平七 唐先生你感觉这种棋 你更 看好哪一方呢 你觉得这个特点是什么 能给大家说你的感受吗 这棋其实我在开始看的时候 两方我觉得走得都很深 给我感觉 我觉得我是很 男子很多的棋 我都是看不懂 这盘也是 尤其是 就是这一部棋 薛老师走的 part一这一部棋 我觉得 就是很难理解 他确实是 这个唐丹先生说的呢 也并不是完全那么谦虚 但是他也有点谦虚 这个男子的棋 刚柔平气 经常像类似这个棋 就是双方拼斗的是内力 对 他并不是 两个人这个 下马 这个当头炮 这个居民马亮的 这个 我觉得我们女子 女子棋更直接一些 对 女子赛场 其实这个杀得更激烈 对 因为我也经常带来参赛 看这个女子赛场 实际上往往比男子的比赛 更加精彩 更加激烈 当然男子的选手 像这盘棋 这种类型也很多 就是比较含蓄 比较深沉 双方较量的是这种功利 对这个棋的理解 尽管看上去 没有那么凶 没有那么激烈 但是暗藤的选机 对 配方G6平8 这个棋的就是说 原来有很多选手下 他也有走巡逅区的 对 将来这马相机还像边上跳 那这个棋 黑方 他走G6平8的直接意义 就不让红王马自家 也是可以 赵徐鲜 就是他是陆林好汉出身 他也从来没有进过专业队 对 赵森成 他这两年发挥的特别好 进步的特别快 那今年 又被山东中国重器队的看重 又跟他签约 那应该说 他在前十多的表现 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输有赢 基本上这个 发挥的还算 他前十轮的话 慢棋也是没有失败过 就是一胜五合吧 我印象中 当然这个第八轮 这个对手也比较强悍 对 然后红方 就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仰仗了两个弹子炮呢 对弹子炮 来对红方这种先手的 突进呢 进行一些积极的防御 红方子力呢 也暂时呢 也不推进 而是呢 在自己的阵型之内呢 调兵潜降 双方就围照着这个 子力的位置 阵型的协调呢 来展开这个斗争 这也是相机当中呢 比较难的这种较量 就是要求双方 对齐的理解 就要很多深度的东西 对 然后黑方也就足迹进一 这交换 对 黑方呢 整体来讲呢 就稍亏一点 黑方毕竟这个拘子 比较绕 绕到肋上又绕过来 但是黑方这个阵型呢 也较为结实 我们看啊 他进一打一换 一灯 洪方呢 又把这个菊呢 刷出来 对 然后惠方菊八斤丝 对 惠方把它牵住 对 就是赵新城呢 这种打法呢 就是他也没有走 非常流行的啊 比如左中炮啊 过空炮啊 试咬炮啊 这个在专业习球 专业出身的这种 修掌中最喜爱的 这种走法啊 他就是采取这种 也是实相的 纯粹实相的这种走法 来争取呢 抵御住洪方的这个进口 洪方制作中心 对 除了这个居于站中心以外呢 洪方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进马灯 灯这个兵 因为将来他有 马灯六这个牵手 好 还有炮八瓶银打 你要炮瓶银 他有一炮八瓶银 就说这个可能更加实惠 但是许云川呢 对其余有他的理解 他觉得这个位置呢 先生根 我使这个马 有灯角 对 然后可以放走 马灯八 双方并没有这个 大杀大坎 就是围绕这个子的位置 好 逐步的这个推进 马八进九 这个地方呢 洪方呢 他是实战的 如果要求这个速度更快点 可以考虑走 居然平移 正平移以后 将来可以马斯进二 对 这儿呢 洪方可以马斯进二 这个马走到这儿来 这么跳出来 也是这种走法 但许云川呢 可能觉得这个居呢 走得是容易偏 他把居呢 退回来了 他就保证了 马斯进三的 这个种权利 对 然后黑方也就 居八推四 他是先把居回来 然后洪方并五进一 他准备去把居五吃吗 对 然后居九瓶六出 然后马斯进三 好 居八进二 然后居五瓶四这么对 对 因为他不能去打 他有居六 就对掉 就这个居看起来 最后很平稳 平稳当中呢 更显示出 双方这种功夫 洪四进三呢 他好处的 就不让洪方走炮进 实际上呢 就是走不走呢 也都行 黑方马斯进三 对 另外他也可以考虑 这个居向回走 但是他可能怕 这个战术骚扰 对 有马五进三 金马灯啊 他将来闪出来 抓你这个马呀 对 他马就推八 他不让你这个 马四进三 这个点 洪方这时候 很细腻的 滚个边兵 也可以说是 忙里偷钱 将来这个边兵的 对黑方对马呢 有一克制 对 马大进六 进马 冰五平四 黑方进马 五平四 泡八平 这个席呢 就是双方你来往往呢 洪方呢 就是多了这么一个过河兵 当然黑方 这个兵族上兵不少 但是红兵就过河了 那么看 以后这个兵呢 能起到多大的 这种价值 好 G八平六 周双 那洪方 也接受这个 骑兵的这个走法 G六 换掉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兵呢 消灭掉了 应该说这个赵天成啊 还体现出这个 残局功力 还要终于这种 能够周旋 与这种高手之间 抗击打的这种能力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它下到这儿 好像感觉比较平稳了 也就是比较顶住了 这种骑士 赵心晓呢 本身呢 这个也是毕业于 这个南开大学 赵心成 对 对 赵心成 去年呢 这个也才刚毕业 然后洪方进口 抛了一次 就是洪方呢 这个骑呢 本身优势的 也很微弱 然后这样把兵对掉 就里面有吃 洪方就是抓住 黑方呢 阵形上 有这一丝的 不安全的地方呢 它就是这个 采取这个攻势 来向黑方这个 比较薄弱的忧郁呢 来渗透 这个骑比如说 它将来有 马五进三样 百中套这种骑 黑方这枣还是比较偏的 这个骑 从实战的结果来看 应该是黑方 先退着是更好 要比推向呢 要明显好一些 实战落相 对 落相呢 也没有这个绝对的问题 但是后来呢 这个黑方 这时候洪方 可能让洪方 多了一个 马五进六的一个选择 所以 但是徐川临场 也没有这么走 对 他就直接炮六平一 这样把兵打 对 这儿等于是 徐川呢 这个耐心也非常好 他看到这个对手呢 这个防守的比较严密呢 他也并没有急于求成 而是逐步呢 再把这个子力呢 向对方阵营来奋斗 现在就起了 中间一将 陈地局 对 那黑方肯定要补一手 下 黑方向三三镜 那这会儿 赵金城呢 应该说呢 基本上已经度过了 比较这个难受的 这个时候 但他位置还是挺差的 对 还要特别注意 他还要抗击这个 最后的洪方这个 这个进攻吧 对 因为你现在摆中炮 他不怕 他会拒久平七了 来捉马 这时候他落实 十五推六 赶紧 对 防守一下 跑二十三 因为你僵的话 他不怕了 他十四进五了 他那个底炮呢 又养过了 那么洪方这个时候呢 继续呢 向里边强攻 当然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棋呢 也由于时间关系 摆得比较快 对 这个双方呢 其实中间呢 还有一些呢 内容呢 也值得大家这个玩味 和这个反复推销 但总体上来看呢 就说双方走得 还是都不错的 到目前为止 洪方呢 一直呢 拥有的这些小先手 逐步呢 向黑方这个阵地呢 渗透 争取呢 扩大战国 对 黑方也就一一化解了 对 然后走到这儿 虽然位置差一点 但是还是有希望顶住 这个时候呢 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 是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觉得这个棋 如果你要拿黑方的话 您怎么去防守 这个也是非常容易 出错的地方 那么应该说这个 赵金城呢 前面呢 已经挡住了洪方的 各种的 威胁 那么这个时候 他出现了一个 致命的这个错 其实走到这儿呢 黑方呢 最佳的这个防御方案呢 是走具有平息 他可能临场呢 忽略了这个 非常顽强的这个走法 也就是说 走出这个来 洪方这个阵 要很取胜呢 就难度很大 这肯定红到马安金寺啊 对 因为 有十个试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这个 丢一个试 但实际上呢 黑方可以利用这个 捉马的这个机会呢 来迫使黑 红方进行呢 这样 这个换子 马四退三 因为你在江的时候呢 对方可以飞边向 这儿这个鞠吃着马 那个炮换着炮 必然就形成了换子 你如果炮到平方 打掉这个炮 马一推二 对 退马蹬掉 这儿就形成 鞠马蜂 对鞠马足了 红方这个兵还吃不到 吃不到呢 这个骑基本上呢 就是向着核取的方向去发展 没有物质力量 对 红方尽管就说 占一点油 但是这个多一个事呢 很难迎起 所以说黑方要是走出这个 居酒瓶漆来的 这盘棋很有可能的 就是双方的集散成河 但是 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这个 可能时间也有一些紧 他呢 这个出了这个 一个非常致命的这个错误 那么许云川呢 这个免离藏的这个旗呢 也终于呢 在经过这个 三十多回合的时候呢 走三十多回合 抓住了黑方这个弱点 这个鞠马胖 形成了这个杀势 这种旗呢 对大家一定要 给大家一个提示 有底炮 这种马能够入室的时候 这点二的鞠非常厉害 这个局部组合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氏呢 没有此理能够保护 所以说走到这呢 红方可以说呢 就是一举 撕开了黑方的这个防御 因为你十五斤六也不行 他也有九二平四 他也没办法 他就是 对啊 他这个要平均杀氏 对 他只能十五斤六 他十五斤四 也 他十五斤三 有九二平六的一个气 十五斤六反正 要比这个实战要好一些 要顽强一些 对 他俱二平八 现在目前他是十五斤六 对 他实战是十五斤六 我就说 走的是他怕俱二平六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地方呢 他就把试吃死了 他也比较 比较不好下 他十五斤四呢 他红方呢 他实战走的是 俱二平八 对 然后俱二平八 他下部呢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俱八推的 这个动作 这好 没有办法来解了 所以他赶紧 俱九平七 捉这个红马 红方这很简化 红方就是 看着这样够赢了 靠着这种非常 寻分的棋啊 他也许没有很多的棋手 让这个广大的观众 或者这个棋蜜朋友 看着那么激烈 那么这个扣人心些 但是他呢 是像功夫查一下 他慢慢的品味 他的棋呢 往往是这个免礼藏针 特别有深度 唯一大盛 也成为了很多 像我们这儿 这专业棋手 学习的一种典范 他这种 他一推手 他这种功夫 确实很厉害 好 我们这个 抓紧一点 把后面时间 再给大家尽量多摆一下 一将他就能出架了 一吃 现在准备这个 把这个底炮细死 那黑方只能把炮 再走 那黑方现在 这个三六足呢 就丢了 好 将来这以后 红方走得很 这个 精巧 对 等于是红方呢 利用这个先手呢 走到这个位置 他这蹲吐走得很好 由于时间关系 不给大家仔细说了 几个过门以后 把这个足呢 先手捉死 这样就形成了 狙炮视像权 对 狙炮兵视像权 对狙炮单缺像 对一起 并且黑方这个将位呢 这不合位 就他即便合位呢 只要这个兵能度过去呢 作为专业骑手的这个眼光呢 就狙炮兵应该是 赢的希望很大的 大概有八成到九成的机会 对 然后炮 咱下河 好 因为你这个机体这么多的 它可以聚八瓶三宝 聚七瓶三宝 对 它没有 它可能没有 它没有捉它 它直接平泡 这时候直接平泡 它泡了一浆 泡了一浆 然后手已经死 这样子 这个试试难免要丢 对 因为它这老将在这个二楼啊 它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你老将呢 就是有个棋验 举法低头 降爬高 老将这打高了呢 就特别容易丢了 对 这样 反正呢 就说的后边的招法呢 还有一些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呢 也泡软雨浴 不给大家呢 都摆完了 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呢 上各种各样的这个 有相机网站 那么其中有 中国奇卫网这种官网 还有很多这个 相机专业的网站 您去互联网 点入一个相机网 就会出来很多这个界面 大多数的奇异网站呢 都是有这个 向甲这个队局的 大家如果想看到 这个队局的权况呢 也欢迎您上网呢 进行这个 搜索浏览 那么这盘棋呢 最终的结果呢 是 是洪方 许云川呢 以这个胜利呢 告终 他也可谓呢 也是抱了 去年个人赛的一见之仇 当然也是 网友们 齐友们的这种细说 但是这盘棋呢 应该说许云川呢 也下得非常的 这个精湛 对赵云成 也有很多的这个 指教吧 对最后排名 也是进入了第二位 好朋友们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好再见 谢谢 好